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西 欢迎来到马克西树澳洲 今天我们来看一套位于Parkville的两房两位带车位的公寓 公寓面积还挺大的 其实多平米将近80平米了 而且户型的布局layout非常好 正对着前面这个公园 一会儿会拍给大家 现在是在做民宿 这样的房子其实比较适合小青年自住过渡 或者就是做民宿来使用 还是相当不错的 下面我们先看一下房子内部 再来看一下配套设施 OK 就是这栋楼 我们是位于Parkville 那Parkville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其实它算是墨尔本的往上往北一点点 距离墨尔本大学非常非常近 距离最近的公共设施是墨尔本动物园 周边的话生活也是非常方便的 有火车站 有Flamington火车站和Royal Park火车站 走点路的话走十来分钟 也有电车 另外的话它算是一个闹钟取静的存在 周边的绿化比较多 环境特别优美 所以现在是在做民宿 我们直接打开窗往外看 就是一个绿地公园 非常非常的漂亮 稍微往远一点就能看到CBD的景观 像现在做民宿的话 一晚上有300多澳币的回报 还是相当高的 如果是周一到周五稍微低一点 所以它确实比一般的长租回报要高得多 据我所知 这栋楼有不少都在做民宿 这也算是一个挺好的投资方向 更多的我认为是作为自住会比较合适 因为它不像我拍过的CBD的公寓 面积确实会小一点 CBD寸土寸金 这套房子面积有70多平米 相对大家感觉得出来就会大很多了 这个阳台也是不小的 而且从这间主卧是可以通过玻璃门 直接走路到阳台的 这个主卧是带套间的 有一个卫生间 另外呢 外面还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 标准的两房两位 这边呢 是户型图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大家看了以后可能要说 这个朝向是朝东南啊 它不是朝北 不太好 因为这边澳洲朝北等于国内朝南嘛 是相对较好的朝向 这里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啊 具体朝向是一方面 但也要看更多的因素 那以这栋楼来讲的话呢 其实朝东南这个朝向是最好的 因为如大家所见啊 视野非常的舒适啊 看过去一片脆立是公园 那如果朝另外一面呢 对的是M2的高速公路 就看到车流了 那反而呢 视野不好 甚至呢 会有一点小小的噪音啊 虽然它离这个高速呢 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但观感上呢 终归是不太那么舒服的 这间呢 是算客位啊 面积的话差不多两间卫生间 都基本上是在4平米左右的一个大小 另外呢 房子是带有一个车位 车位呢 在LG啊 就是一个标准的车位 停个SUV这个宽度呢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栋楼的配套设施呢 还是很齐全啊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会议室 私人厨房 以及健身房 25米的恒温游泳池 室外的一个小花园 带BBQ的设施的啊 所以总体来讲呢 也是很方便 值得一提的是呢 房子总体的花费支出非常的便宜 一年的物业费呢 2950 市政费是1099 污水处理费600左右 加在一起呢 只有4600多啊 比起CBD的公寓 基本上呢 都要在5500到6000左右的年支出呢 它的这个支出真的算少的 这个房子呢 我认为比较适合年轻人自住 或者呢 就作为Airbnb来投资 好的 这期视频拍到这就差不多了 老样子啰嗦一句 如果您在澳洲墨尔本有一套房 想要最近考虑出售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或者私信和我联系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见了 拜拜 拜拜